真是太好听了 好听 好听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听 那你吹一首给我们听听 我不会 小小迪 你真是太厉害了 是的 是的 你太棒了 我不觉得这有啥厉害的 你也会单手测翻吗 我不会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原来你不会啊 毛巾羽毛小鸭鸭 学问刚刚好 婆婆水来搓泡泡 你们在干嘛呢 没干嘛 我去别的地方挑给你们看吧 好的 每次别人展示完本领后 你不夸奖就算了 还说人家不行 真是太扫兴了 现在好了 朋友们都不想跟你玩了 我真的是太后悔了 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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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哎呀 妹妹 你怎么把这里弄得那么乱 你先别玩了 跟我过来 你看 妈妈在做饭 在跟我过来 爸爸在打扫卫生 现在我们回去玩玩具的地方 爸爸妈妈不但要上班 还要干很多家务和照顾我们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给他们添乱 现在就让我帮你一起收拾玩具吧 好的 哥哥 妹妹 你真是太棒了 要吃薯条 我也要吃薯条 好的 那你们两个人一起吃一份 因为是油炸的 吃太多不好 好的 妈妈 你帮我们挤一下番茄酱 好了 你们吃吧 妹妹 你的薯条都咬过了 还来蘸酱 我还怎么吃啊 没事 没事 我再去找服务员要一包番茄酱就行了 妈妈 为什么哥哥说我咬锅的薯条 不能再去蘸酱啊 因为你咬锅的薯条上已经有你的口水了 你再去蘸酱 口水就沾到番茄酱里了 哥哥再去蘸的话 不就知道你的口水了 都不卫生啊 而且你还留着鼻涕呢 这样很容易把感冒传染给他的 如果是一人一份酱 你想怎么蘸都行 但当你和别人共用一份酱的时候 就不能这样了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小小赛 你怎么能拿筷子在盘子里搅来搅去的呢 因为我只想吃里面的鸡蛋 不想吃番茄 这样是不对的 你的筷子上沾满了你的口水 你再把筷子插到菜里面翻来翻去的 那菜里面就全是你的口水了 妈妈 难道你觉得我的口水很恶心吗 自己家里人当然不会觉得恶心 可是如果是别人就会觉得恶心了 那就好 反正现在也没有别人 等有别人的时候我不去翻就是了 快停下 快停下 从现在开始 在家里也不准这样搅来搅去的 为什么 你不是说自己家里人不会觉得恶心吗 因为你只有在平时 营成了不在菜里搅来搅去的好习惯 当有客人在的时候 才会记得不要去脚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出太阳了 妈妈 你前几天答应我和妹妹等天晴了 就去游乐场玩的 你可要说话算数哦 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出发 这个游乐场不行啊 这里也不行哦 妈妈 这里可以吗 这里可以你们去玩吧 今天在游乐场玩的开心吗 开心 不过我更想去室内游乐场玩 因为室内游乐场除了滑梯和波波池 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 我也是 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去室内的吗 是因为室内的要花钱买门票 你舍不得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室外的更通风 如果有病毒和细菌也会被太阳杀死 被风吹走 而室内的连窗户都没有 没有阳光也通不了风 所以我才更想让你们去室外的玩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一二三四 你们有没有谁想跟我一起去玩滑滑梯啊 我不想玩 我想玩 我想玩 那我们走吧 不行 为什么呀 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应该留下来陪我玩翘翘板 好吧 你为什么要把你的青菜放到我的盘子里 因为我不喜欢吃青菜 可是不吃完的话 老师会批评我的 我也吃不完那么多呀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求求你帮帮我吧 小小赛 你怎么还剩那么多青菜 真是太浪费了 就因为这两件事 小小赛说 他不想再跟我做最好的朋友了 小小赛因为做了你最好的朋友 不但不能自由自在的去玩自己想玩的东西 还要替你被老师批评受委屈 做这样的好朋友有什么意思呢 好朋友之间应该是互相体谅和付出 而不是自私的 让他为你做着做呢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今天天气是好 爸爸 你吓我一跳 小小赛 你的背上怎么受伤了 没 没有 你 你看错了 小小赛给我看一下 你的背上到底怎么回事 不要 我 我不想给你看 怎么会有那么大一个伤口 我 我不能说 宝贝别害怕 勇敢说出来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会保护你的 今天在学校的时候 他不准我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 如果我告诉了 还会被揍到 善孩子 别害怕 爸爸妈妈和老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快开门让我进去 你老师悄悄欺负同学 还吓唬他们不准告诉老师和家长 要不是这次有一位勇敢的小朋友说出来 我们大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我们奥特学院不欢迎你这种黑暗奥特曼 多亏小小太告诉了老师和家长 我们终于不用再被欺负了 以后如果有人欺负我 我也要勇敢说出来 我最喜欢的玩具萝卜刀被你踩断了 哥哥 我再也不喜欢你了 宝贝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 但是我快被吓死了 以后别再给我用玻璃杯了 不要这样倒退着走路 会摔跤的 都怪爸爸没有拉住我 我才会摔进你坑的 爸爸已经跟你说了不要倒退着走路 你偏不听 那现在摔了你只能怪自己 还有 前几天你自己没把玻璃杯放好打碎了 就怪我 自己把罗补刀摁在了抱枕下面 被踩断了就去怪哥哥 这些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如果你把杯子放里面一点 玩具好了放起来 从一开始就听爸爸的话 不要倒退走路 还会发生这些事情吗 不会 所以遇到事情一定要先想想 是不是自己没做好 而不是去把责任推给别人 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快让开 妈妈 我只不过撒了一点水 你刚刚怎么看起来那么着急 因为这是木地板 撒了水 不马上脱干净的话会坏掉的 快停下 快停下 你边走边拖着椅子 把地板都磨坏了 这就对了 就是要这样轻轻地搬起来 再轻轻地放下去 木地板真麻烦 为什么不都和客厅一样铺瓷砖呢 因为木地板比瓷砖柔软 铺在房间比较舒适安全 就像昨晚 你不是从床上滚下去了吗 虽然有点疼 但是没有受伤 但如果是瓷砖 可能你的头上就要摔出大包了 而且你总喜欢光脚走路 地板也没瓷砖那么凉 原来是这样 这么听起来 地板比瓷砖完全更舒服 妈妈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木地板的 哇 小小三 你怎么一下子长那么高了 你们想知道我怎么做到的吗 想知道 想知道 其实很简单 现在是春天 是最容易长高的季节 我每天都坚持锻炼 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长高了 这么简单吗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 对了 还要记得每天都要早点睡 你今天好棒 居然把番茄和青菜都吃完了 现在才九点钟 你这么早就要睡了吗 是的 奶奶 你快帮我关灯吧 很多天以后 小小赛 你的方法真是太有用 我和小小迪终于也跟你一样高了 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我也想知道 方法就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 多运动 还要记得早点睡觉哦 好的 我记住了 你看我 我认读了吗 也不能做 你不应该